嗨 您好 漂亮的小妹妹 您好 来了 来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黄耀庆叔叔 我看过他的采访的 采访是讲他crossed his boundary 也就是breaking his comfort zone 他要尝试着新的东西 我觉得他英文又好 长得又帅 帅 特别帅 哎呀 这就是那个 我说那个眼睛 就是海涛叔叔 妈妈把话说全了 眼睛怎么了 就是特别有神的海涛叔叔 对 仔细找一找 眼睛在这呢 你的英文说得真好 英文是从几岁开始学 在哪里学的呀 英文我大概上幼儿园 就开始学了 因为我的幼儿园就是双语的 刚刚都是用英文的方式 跟我们分享 那现在呢 能不能用中文朗诵的方式 再跟我们分享一些 想说的东西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诗 叫南方的孩子 好 加油 南方的孩子 我是生在南方的孩子 一直过着四季如春的日子 我羡慕北方的孩子 他们有分明的四季 炎热的夏季 白雪矮矮的冬季 我是长在南方的孩子 看到的是蔚蓝的大海 清清的湖泊 我羡慕北方的孩子 总能看到雄伟的高山 连绵的山丘 我是南方的孩子 羡慕北方的孩子 可是听说 北方的孩子 也羡慕南方的孩子 我觉得不管南方北方 一定都有很美的风景 谢谢 谢谢 真好 真好 真的都说出了心声 大家还记得前一段时间 就是各地的美食 在给武汉的热干面 在加油 对 我们上海市小龙包 给热干面加油 对 然后我们比如长沙是米粉 在给热干面加油 我觉得这个画面 就是代表着我们内心的希望 就是过了这段 我必须把这些好吃的 都吃鱼 对 我们也觉得很快 应该就还能感受到 这些城市的烟火气的 嗯 太好了 谢谢 谢谢小小悠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谢谢 再见 拜拜 拜拜